法國在2020年1月1日我們上任 似乎政府都接納不了2019年11月24日 民主派贏得比較多的結果 於是我一直看 其實他們的打壓議會的紅線 你可以說是越推越前 討論這些不是區議會應該要做的事 也可以說是犯法的 是無權去做越權的 我是鄭麗瓊 我是中西區區議員 我是由1994年10月開始做區議員 區議會其實政府的角度都叫諮詢架構 只是政府就政府的事項來諮詢區議會 就算我們過往很多動議通過了 其實政府都未必做 他們不做就不做 聽了就不做 主席他的動議 我先離開 主席我想問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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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規問題 這是我的第一次見到 中西區區區議會 其實我會想通過這個 forum 去交換不同的討論 或回答不同的問題 對我們警方的行動 但幸好 最多的問題 是在主席上 對警方的正確 對警方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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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席上 當鄧炳強先生 答好15位區議員的答案 問題之後 就有議員提出臨時動議 當有議員提出臨時動議 鄧炳強先生就起床 就去坐我旁邊 他一起床就馬上走 我發現我們的D.O.和他一起走 這次等了十分鐘 D.O.都不回來 當日我第一次見到處長 加上我們民政事務處的同事 叫做出走 我不知道這件事做了之後 直至今天是成為常態 是很恐怖 那為什麼會出走呢 就因為我們後來進入一些文件 他就說這個文件 就不是地區層面的議題 那你說是不是政府那些 就什麼都談得 我們作為民選議員提出的 他認為不對就不要談 但那條準則是什麼不對呢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秘書處就每一次約過 如果遇到有文件被政府判 不是地區層面的文件 叫做粵權 政府覺得這份文件是粵權文件 不符合地區層面 就有五個筆的 五筆的意思 第一 秘書處不會收這份文件 不會傳閱這份文件 不會將這份文件去問 政府部門有什麼反應 也不會將這份文件列入阿章達裡面 當我們堅持這份文件去討論 他們不會幫我們寫minus 不會因為這份文件 再跟我們做一個會議紀錄 所以我們要上載區議會網頁上的 會議的錄音會沒有這一段 會剪接到好像沒事發生 舉個例子 國安法後掛有九本禁書叫做下架 有議員提一個文件 那九本禁書何時會上架 政府覺得這份文件是粵權文件 叫做不符合地區層面 於是我們在問石塘咀圖書館 時尾飛到圖書館 他都不給 所以這裏 現在他們拿著五四七條例 或者徐英偉局長 去講一句說話 就好像聖旨一樣 其實真是 真是很 他們的指令 用行政指令 其實這個打壓都相當重要 因為我們市 我們議員發現的問題 寫文件進來是很正常不過的 我們必須要做這個 這是我們天生 作為區議員的職責 現在居員連我們要做的職責都拿走